从他们以后 宣章法师又去亲近圣君论诗 圣君论诗是戒贤法师的小婶 可是这个时候也是七八十岁年了 他要去跟他教这个为师的道理 教了有一年多 中间有一天他又是做个梦 宣章法师又做个梦 他这个时候在圣经那里住 在做梦的时候是回诺兰陀寺了 回诺兰陀寺的时候 他在他从这个门一进去 看见这个庙里面的这个境界 看不见有出家人 里面就好像很久很久也没有人打理了 拉扎很多 里面还有很多水牛 水牛 有很多水牛 那么他就不管这个了 就到里面走啊 就到了一个房子那里看到 这房子的第四层阁上面 有个金色人在那里面满思光明 这里面这个境界不平常啊 他就想要去 那里面的金色人也就是这么着手 金色人说啊 你现在的业园你不能到这来的 你不能到这来的 但是你线外看看 这个手线外直你看看 那么宣传法 顺塔这个手线外这个庙的外边一看呢 这个大火在焚烧 那里面圆圆的村庄啊城市啊 大火都在烧 那么这个金色人说啊 我这温柔势力不上 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啊 你回你的祖国去啊 这个地方啊 十四年以后 这个戒日王就死掉了 当时戒日王 在印度是最有势力的大国王 那么十年以后他一死掉了 印度就会乱起来 恶人啊 互相杀害 你知道吗 那么这个 虽然这话 突然间也就不行了 这个梦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宣传法是一个 以前那个 戒贤论子那个时候 也是温柔势的 告诉他 于贤通知 戒贤论子他来了 现在这个温柔势 叫我回去了 叫我赶快回去 那么他 宣传法是个梦啊 他又搞跑这个梦 告诉了圣经论子 圣经论子说 前后都是温柔势的照顾你啊 你也不可不信了 所以这梦不可不信了 那么他就离开了圣经论子 在那里 又到其他的地方去 他就归中国了 那么这个 这两段事啊 这两句话 说明啊 这个宣章法师啊 发这么大的勇猛信 为了到印度去调悉佛法 翻译经论 经论 遥利于中国人 利于所有的众生 那么佛菩萨 西见西之 能够预先给他安排 预先给他安排 安排一些条件的 要是戒贤论子不在 你想听他讲 尤特斯得论这个事不可以 那么宣章法师在印度当时啊 虽然是外国来的 声望很高 各地方都很欢迎他 他如果啊 我继续在那里 多留多少年呢 他回中国来翻译经论的时间 就是战区 您的寿命啊 比如说是有定限的 就算是转变能 延长寿命也不会很多的 那么呢 文书菩萨是照顾他 实在也是照顾中国的看见 多翻一点经论 大博尔经六百卷 最后翻译完 翻译完了 全然他是经历身体就不行了 想要继续翻大宝极经 拿写笔来写几行字 这个精神不行 就得掉下 就不能翻 所以这个我们佛教徒啊 能够深深地相信佛法 修小佛法 这些佛和菩萨 在那里都是互念的 是诸佛互念 也就是这些大部分都是互念的 除非我们呢 有特别严重的罪业 不可转 那是例外的 不严的话呢 佛菩萨都会 默默中啊 你不教不知之中 佛菩萨就安排了 这个在罪上有这么两句话 我应该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也把它补充一下 我这想要补充这三段 我都吃完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个证文 观自在佛上 清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够一切佛 相才发给各位的 就是分的课 这个课呢 不是我能分的课 我自己也还分不来 我是按照古德的 所以现在的孕圣法师的 《波尔波罗蜜多心灵》讲迹的课 和古德的课 我变动了一下 没有完全按照一种课 因为孕圣法师应该是 有不可知意功德的人 所以他那个分课呢 本来分的很好 但是他对于密宗呢 有点贬持 他说密宗是邓个音 我们你看看印证法师的 信经讲义就会知道 他说密肉 那是邓个音的事情 那么这个话 密宗的音呢 不关系 那么所以我不敢 我妙镜子 不敢那么讲话 所以我就按了 再参考了其他的古德里 我就这样的分课 这个全部的心经呢 分成三大科 第一科是标中 第二科是弦义 第三科是截探 一共是这么三大段 这个标中这一段 就是将他念的这一段 就是把全部心灵的道理啊 这个要义啊 把它标出来 就是他的大纲 就是 这里面呢 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是能观音 观自在菩萨 是能观音 第二呢 是所心性 应该是念性 念行也可以 就是心生不耳 波罗蜜多识 就是他修行的法门 这意思 第三个意思是观心静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一句 那第四个意思是能观音 就是度一切苦 这个总和起来呀 就是标中 观自在菩萨 就是第一句 就是 就是 心生不耳 波罗蜜法门的这个人 就是随你观自在菩萨 这个 这个 心经这个文啊 心经啊 在我们汉文里边呢 一共啊 有八种译文 八种 有翻译 有八种啊 心经 第一种啊 就是菩萨多识法 菩萨多识法 第二种就是宣传法 另外还有六种 本来啊 是八种里面 有两种心经已经 失传了 藏经里面没有 只有六种 但是最近呢 我看法音上啊 这个 法音这个杂志上啊 中国大陆的这个 佛教会 编的这个法音上 有一个人说 那两种心经 现在又得到了 就得到了 就得到了 那两种心经 说得到了 我没看见 我看见的这六种里边呢 就是 罗斯法师翻译的 和宣传法师翻译的 都是这样子 一开头 就是说这个 观是在菩萨 我宣 罗斯法师说 是观是音菩萨 反正的 不是自然 是观是音菩萨 精神波尔波尔波尔弥多士 所以能够这儿 后边也是 接着耶利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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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子 前面 但其余的六种啊 信经啊 其余的四种啊 不同 有像一般的这个经一样 有续分 有流浑分的 有如是个文 前面有如是个文 后边有坐立而去的这个文字 就是有流浑分 也有续分 中间有正中分 但是罗斯法师和宣传法师翻的呀 就把那个续分和流浑分 没有 没有那两种 只有中间这个正中分 这个和其他的不同 普通这个随意啊 这个 这个 奎基法师啊 他说呢 他没有见证 那几种翻译 可能他没见到 他说 这个信经啊 是从那个大本的六百间博人里面 踢出来的 是传扬佛法的 这个 菩萨 他把他提要 提出来的 所以那个续分和流浑分就 整掉了 没有露出来 没有露 没有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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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圣法师 他说呢 他说 他同意 他同意 溃提法师这个说法 那个续分和流浑分是后因加上去 他因为他这么加 这是 嗯 这是 正面解释这件事 观自在菩萨 嗯 要是 江才说过 从 罗斯法师翻译的 对比起来 那么 这个 观自在菩萨 就是观自在菩萨 是翻译的不同 就是一个因 是 这样讲 这个 这个 怎么样 讲法的这个名字呢 嗯 嗯 观自在菩萨 可以分两种解释 第一个解释啊 这个 观啊 就是 和 大悲心 和和的 智慧 就是 方便的智慧 大悲心 和和的智慧 这个 这个 菩提法师那个文言的话 叫 福救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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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官 官这儿这么讲 官是智慧 福救悲慧 福啊 是这个 福下来 头低下来 和菩萨 有慈悲心 菩萨的慈 菩萨的境界是最最高的 我们凡俗众生的境界很低的 和圣灵的境界有距离啊 那么这个 菩萨要想利益我们呢 菩萨要迁救我们 要低下来一点 菩萨呢 我们不几乎 福救 救护我们 那是慈悲的智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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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自在呢 自由自在的 没有阻碍的意思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我们凡夫的众生啊 受诸苦恼的时候啊 向菩萨求救 我们三叶的天诚 身口意啊 诚恳的啊 祈求于菩萨 希望菩萨救护我们的苦难 发出我们的苦难 只要是我们是有诚心啊 菩萨呢 有不可一 不可思议的神通 无障碍的智慧 自由自在的 能救护我们 能发出我们的苦难 所以叫做观自在 那么这个和观世音菩萨的意思 一样 和菩萨一开头的那一段是一样 耳术无量 百千万亿众生 述入苦恼 魂是观世音菩萨明 一心成名 观世音菩萨 一思观其音声 写着解脱 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讲呢 就是要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利益众生的意思 利的名字 叫观自在菩萨 第二个解释啊 这个观呢 是了达空有的智慧 就是将我们说五种般若的 那个十字般若 和方便般若 三般若是通达一切缘起法律 知般若是通达第一的 那么这个菩萨具足这两种智慧 所以也叫做观 这个自在呢 也是五丈二的意思 所以说 菩萨在因地的时候 修行六波罗蜜 现在功德圆满了 得到无障碍 自由自在的功德 所以叫做观自在菩萨 那么这个自在里面呢 意思是很多的 像这个意思讲 那么在华严经里面 和摄大成论里面 还有其他的地方 有所有十种自在 这个十种自在啊 在菩萨里面来说呢 第八地菩萨开始得到十种自在 到佛地才圆满 这十种自在都是什么呢 得到这十种自在啊 第一个自在啊 是受自在啊 也说为命自在 这个受自在或者命自在什么意思呢 就是菩萨想要住世多久 就能住世多久 受命的长短呢 随他自己的意思 他能自在 这个全力在他自己的手里面 他愿意多长就能多长 不像我们一般人呢 不能自主 想要多活几天不行 这个 这样说法 再多分别几句呢 我讲这个 不时于变异生死的时候 您提过 这个 得无声发引的菩萨 就是到了第八地的菩萨 舍掉了这个右身 这个游漏夜得到的生命 到第八地的菩萨舍掉 从那么以后啊 都是无漏夜 无漏夜 打吃嘴的愿力 遭感这个生命 他那个身体啊 是无量寿的 没有说死亡的这一天的 没有 当然其中有变化 他的功德 因为他不断的呀 修六波罗密嘛 自己也修行 也度化众生 这功德渐渐的争夺 当然他这个国报 也渐渐的殊胜 有这个变化 可是不像我们凡夫 把这个身体死掉了 再得一个身体 不是那样的 那么这个身体啊 是无量寿的 一致的不死亡的 到成佛的时候啊 叫圆满报身 就是伐身 成为伐身 这人的意思很多 现在不多说了 那么现在说 命自在是什么意思呢 在别的文上 我没有看见多分别 现在是我诗音那么分别 可以给各位做参考 我诗音的意思啊 这个命自在就是指菩萨 到了凡夫的世界来 到凡夫世界来 度化众生的时候 他实现的这个生命啊 愿意长就长 愿意短就短 他是自在的 因为他在佛的世界里 那个大功德身 神通之在的生命啊 本来是无量寿的嘛 所以说这个命自在 应该说他的化身 或者说他的分身 他化现的生命啊 到凡夫世界来 度化这么多的有缘的众生啊 应该要五百年 他就能度十五百年 应该是两万岁 他就能两万岁 他不受其他的因缘的影响 他自己能做得主力 所以叫命自在 第二个呢 心自在 这个心自在啊 是什么呢 是说他 他 他来到 世间上来啊 世间上的事情啊 不能影响他 不能污演他 世间上的 散生纤维土啊 人世间的 天上的 所有的这些境界 都不能 动摇啊 这个菩萨的心的 菩萨的心 总是那样清净 自在的 心自在 这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啊 是说菩萨 有无量百间啊 横河沙 微尘入了三昧 菩萨这时候 愿意入这个三昧 就入这个三昧 愿意入那个三昧 就入那个三昧 愿意入火三昧 愿意入水三昧 无量无缘的三昧 自由自在的出入 没有障碍 这是 也就是三昧自在 是禅定自在的意思 这是第二个 心自在 第三个 财自在 这个财自在啊 就是菩萨 度化众生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 需要这些 这些财物 也是自在的 是不困难的 想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想要把这个凡夫世界 壮业一个佛世界 那么就是非可的 就能成为一个佛世界 那么样清净壮严 无量功的状态 这叫做财自在 这个大致的论里面说了 说人家 菩萨无量的来呀 行六佛罗密呀 功德太多了 这个 以虚空为藏 以虚空为保障 随时就是 从虚空里就取出来珍宝 随你所遇的 随你所想的 就能出现 所以是 当然这是财自在 第四个 夜自在 这个夜自在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来到世间来度化众生啊 他想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 他想要做工程师 他就能做工程师 他想要做医生 他就能做医生 他想要做一个 心理小家 他就是心理小家 不管什么事 做什么事 什么都自在 这个夜自在 这个 生自在是什么呢 这个 生啊 就是 王生 我愿意到天上去 得到一个天的一个果报 得到一个天的果报 他就能到天上去 得到天的果报 愿意到地狱里的地狱 胡说就能到地狱去 什么地方想要得到一个什么身体 就能得到一个什么身体 现在的一个因 现在都可以 男身 女身 或者是个毕丘 毕丘尼 或者是个大小教授 什么身 他都能 生自在 生自在 这个国报是自在的 生自在 愿自在 这个愿呢 汉文上意思 就是菩萨 他这个时候啊 观察这么多的众生啊 他有一个计划 要度化这么多的众生啊 来到佛教里面来 他计划 他有这个愿的时候 这个愿就决定能够成功的 这个愿就是个计划的意思 当然这是不但是空的计划 他有愿 希望他能够实现的 他就能成功的 所以叫愿 愿自在 圣洁自在 这个圣洁啊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洁 是我们对于什么事情了解的 但这里面的意思有点不同 就是啊 要转变那个境界 现在这个境界啊 不需要 要转变 他本身有强大的力量啊 就能把那个境界变成 所以现在啊 你比如说是啊 一个众生啊 坐着船啊 在这个 水里面躺啊 忽然间这个船也蹭 也蹭下去 这个众生念观世音菩萨求救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是 立刻就把那境界转变它 能转变 把那个在水里面出现一个山 就把这个船就浮上来了 就不蹭了 现在啊 呼员间有大火 要烧死这个人 这个人念观世音菩萨了 观世音菩萨 你得可以来一阵风波就火灭了 或者是把这个人救出来怎么样 就能可能转变这个境界 所以这个结啊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变的意思 就是有殊胜的力量转变那个境界 就是静随心转的意思 这个啊 我们通常说啊 说是深通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圣洁的意思 所以天言通啊 你众生啊 念观世音菩萨求救 那么观世音菩萨天耳通 能听到你求救的声音 那叫天耳通 但是啊 救护你的时候啊 那是圣洁的力量 也有这么一个分别 天言通 天耳通 天言通看见你 天耳通能听见你的声音 有的人呢 他没有出声音呢 他也可以不出声音呢 我默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也知道 有人听到 能够静随心转 那叫圣洁自在 神通 刚才说过了 神通自在 观世音菩萨在一切的世界里面呢 他想要献什么神通 都是自由自在的 没有能阻碍他 所以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神通自在 神通自在 天言通 天耳通 他心通 神诸通 徐命通 漏尽通 都是自在的 这个 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外道 也有神通的 像有的时候和佛弟子啊 就有些冲突啊 那外道的神通就不自然 佛常是派 派 他忧医 神通的 神通的 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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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